他研发这款飞机很大一部分程度是从成本角度去考虑的 因为从世界各国其他军队发展先进战斗机的经验来看 重型机和轻重型飞机搭配是一个比较流行的趋势 比如说美国有F-22相应的又研发了F-35 俄罗斯现在苏-57已经进入空天军部队服役 那么相应的第五代就应该发展出一个比较轻型或者中型款的飞机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面 俄罗斯空天军部队担负主干任务的还是老旧飞机 所以他迫切需要在现有技术平台基础之上 发展一款能够和苏-57形成高低搭配的飞机 六代机可能在他的计划范围之内 但目前不是他的重点任务 很大一部分程度上的确是在为第六代飞机做一种技术储备 米高阳公司从米格27之后没有单发飞机 而苏霍伊公司从苏-17之后也没有单发飞机 也就是他们对单发飞机的这种研发能力其实也是受限的 同时研究新的第五代战斗机 肯定是离不了国际合作的 但俄罗斯可能潜在的国际合作克服 比如说印度 比如说土耳其 甚至包括韩国 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下一代战斗机的这样的发展计划 所以面临未来的国际市场也是堪忧的 总的来说他的俄罗斯军队的整个装备的补强 他的方向 指导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符合俄罗斯的军事战略的需要 符合俄罗斯的发展时机 符合俄罗斯工业生产能力是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 在过去的这几年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 俄罗斯军队的换装速度的确是非常快的 而且尤为重要的是这些武器装备进入部队之后 不仅单单是放在库房里 而是加大的演训力度 它是有一种现实的战场的斗争的需要 比如说它同时在乌克兰方向 同时在叙利亚方向 展开自己的军事这样的行动 另外一方面实战化的军事演习 也是需要消耗大量的武器装备的寿命的 现在俄罗斯军队这种发展局 是在先进军事技术支撑之下 已经成为捍卫俄罗斯国家利益的 非常坚定的一个战略支撑力量 现在既有核武器又有网络武器 还有太空武器 还有一些信息作战的新的手段 再比如说还有些高超分析的武器 所有这些都具备战略手段的能力 没有进入到任何一个战略军控调判的条约里面去 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次就他俩见面 这两家领导人见面坐在一起 很有可能会在这方面进行一些探索 这也标定了俄罗斯军事力量发展 就是必须要走杀手锏的武器装备 俄罗斯在普京手里面大力发展高超新的武器装备 已经形成了对美国的一种不平衡的军事对称 所以他这种情况来讲 美国一方面要求你要削减你的核武器 俄罗斯说我有高超新的武器 我不必要发展传统这样的军事武器了 其实他俩的斗争态是已经看得非常明显了 俄罗斯组的道路就是剑走偏分